美玲老師我們就來看看 怎麼樣姓名筆劃的人 恭喜你2018年 財運要大翻身 好 我們來看看 我們如果只要講到運勢的時候 我講過 運勢一定是看你出身的名字 而且這個我們這節目 現在其實全球海外都在看 這是指台灣的運 每一個國家的運都不一樣的 我們來看這個人格 人格也就是掌管 我們的錢財的公位 我們其實現在人最喜歡對到什麼 最喜歡對到副業 副業的財 因為現在各行各業 不管家庭 才能多一條財路 對 現在物價都通膨了 你如果光只有 憑你的正業的財是不夠的 而且我們現在很多家庭主婦 其實也需要副業的財 我們來看看 這個副業財是大家最愛的 就當你的出身名人格有 十一塊 十五塊 二十塊 二十四塊 有這些筆劃的人 你們有 三個都中 對啊 憶力也有 所以元祺不用擔心 安心多了 這個副業呢 副業的財是大家最愛賺的 而且副業的財 通常都比正業來得輕鬆 副業就是說只要找 你找對行業或找對商品 你就一定會賺到錢 你知道嗎 現在是不是大家都老年化了 很多人都會去做這些保健食品 或者是這些有機食品 或者是做一些這種專業的講師 這些都是很好的 所以你如果有任何的這些第二專長 或者是你已經成事 你知道現在很多老師退休了 他也沒事幹 你也可以去教教課 現在很多小孩子 需要大量的這些老師 去做補習的 所以我們有這些的人 他都可以去賺一些 就是你本行以外的財 所以你們三位全部都有中 三位都有中的都可以去 所以元祺你也不用擔心 你們都是三位 你知道嗎 我們人格 有利就有弊 我們人格有這些筆劃的人 相對他對任何的事情 也都是比較有吹毛求疵的人 所以你們三個都是 所以都可以以你們專業的 這個才能去賺到副業的財 其實我們台灣很多的媽媽 也很多有會做手工肥皂 做麵包 保健食品 什麼都可以 所以這個可以去賺這些財 副業的話還可以做那種 中間的價差 也不一定說我自己 要靠我的勞力去賺錢的 做貿易或什麼都可以的 中間的價差的錢 或是代購什麼都很好 所以這恭喜你 然後再來我們看正業 正業也是看人格的 正業呢 當你的正業有 有這些筆劃的人 這是正業的財 就是你本行的財 比如說我是醫生 我就是做醫生的財 那像這種副業就是 我醫生我還可以再去賣保健食品 這種叫正業跟副業 有不同的差別 那正業的人就是說 當我們走到正業財的時候 這也代表著說 你如果有好的項目 或者是有好的方向 你想要開店 可能這個時候就趕快去 請老師算一算 因為我們正業財要開店的時候 或是開一家公司 那一定還要你其他的公務 也要跟著好 一定要有員工運 有這個方向的運 如果同時都有這個運的時候 你去開這個 這個時候是代表 我們開創的時候 然後這是增加的時候 你們三位全部都是走到增加財 所以你們的副業繼續做 肯定會發光發燃 會賺錢 那有一些人可能是上班上久了 他想要自己創業了 我們在走到正業的時候 你這個時候想創業的時候 就可以請老師去算一算 或者是請人家評估看看 我在這個時間點 可不可以去創業 或者是很多人是想要轉行業 因為有一些是夕陽產業 譬如說現在手機都可以照相了 你的相機的行業 當然是會沒落了 所以你就是 如果當你處於那種 夕陽產業的時候 你想要轉行 也可以趁這個時候 去看看你有什麼樣的行業 可以去轉行 這個叫轉正業 所以這個如果有對到 這兩個比划的人 這工薪你 這未來的財運 是非常非常的好的